花莲分局旋路远景 19号凌晨3点多 在执行完勤务时发现一辆车 明明悬挂车牌是20年前的进口老车 不过实际上却驾驶将近5年来的新款车辆 明显和外观不符合 立即上前盘查 而这个驾驶才坦诚说 原先车牌因为酒驾被掉扣了 所以跟朋友借了一个旧的车牌 当场遭解发一把开发 白色驾车停到路旁停车阁 后方执行巡逻守望勤务的远景发现 这辆轿车是近5年的新款车型 不过车上悬挂的却是 20年前旧式的牌照号车牌 警方随即上前盘查 远景利用执行电脑查询该车车牌发现 牌照号码是另一辆同款旧型车所有 零性驾驶车才坦诚自己的新车 去年4月因为酒驾被掉扣车牌 因此向朋友借来旧款同色车的车牌 挂在自己的新车上 盘查过程中发现该车车牌遭吊扣 进行悬挂他车车牌上路 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12条予以告发取缔 并将车牌两面扣脚回监理站拆除 违规车主借用他人车牌 还有酒驾车牌被扣无牌上路 加上有人牌照借他人使用 三条并罚最重可罚32400元 警方除了将旧车牌搅回监理站 裁除外 同时立即将无牌上路的新车扣车 一致警局保管 记者许丽琴 换点报导